最震撼我的一趴 真的嗎 因為你就是很直白的告訴大家說 你媽媽是一個 你用的詞是精神病患 然後成天打小孩出氣 不是針對我 她單純就是個壞女人 對 歡迎收聽帥哥最多Podcast 哇有事嗎 我是吳小冒 今天的這位來賓呢 我在想他反串成男生的話 會不會比他現在好看 最近他推出了一本新書叫做 Hold不住的才是人生 我很喜歡這個書名 我們先歡迎作家謝依玲 沒錯我變成作家了 我是Hold住姐AKA 不是謝依玲AKA Hold住姐 她大家不知道我是誰 我開始寫這個東西是 是在我完全沒工作的那三年 然後我覺得我實在太壓抑了 我再不幹點事情我真的要瘋掉 因為我們以前對Hold住姐的印象就是 非常非常的開心好笑 殊不知他有很多 很憂鬱 隱藏的角落 我常常想說如果人生是一部劇 我希望我的人生就是一部沒人看的藍戲 一定是起起伏伏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才有人看啊 所以剛剛的那句話就是說你希望沒有人看就是希望你的人生其實是平平順順簡簡單單 小的時候我媽就憂鬱症 常常會想要自產 我小的時候我就要等我媽媽回家 她喝爛醉然後我要去時間到 例如說11點還沒回家我就要去證上檢視 你說晚上11點 對對對她帶著我那時候才三歲的我妹妹 但是我假設我媽提早回家 那她就看到我沒睡覺我就會被罵 所以我只能做呢 很兩男 對我就只能在樓梯間 小時候我也沒有什麼沒有錢去買什麼漫畫書 我唯一的娛樂是什麼你知道嗎 參考書 我那時候突然那三年成績變超好 就是我是讀玉璃很鄉下很鄉下的學校 然後我就是以我這種資質 我竟然考上了花蓮女中 就是花蓮的女子第一高中這樣子 花一女 花一女沒錯沒錯 我可是花一女的呢 好既然她講到媽媽 其實這本書它就是用四個面向 包括你作為女兒 作為媽媽 作為太太還有作為女明星 去拆解你這個人 那個媽媽的部分其實真的是最震撼我的一趴 真的嗎 因為你就是很直白的告訴大家說 你媽媽是一個 你用的詞是精神病患 然後成天打小孩出氣 不是針對我 她單純就是個壞女人 她誰都打耶 我爸也打 看我媽這樣 神龍圈灌我爸下巴耶 你媽以前是有學跆拳道嗎 沒有我媽做頭髮的 記得我有一天回家 然後我跟我就是下課路上跟我同學吵架了 然後我同學就是想幫我打鬧 我就哭 因為我被她打 男生比較壯 然後我媽說你在哭什麼 你也蠻壯的 一壯還有壯壯 重來這邊敢打我女兒 從此以後 我不知道中間發生什麼過程 那個同學每天下課 請我喝一杯可樂 真的 不可笑 然後半年轉學 但是你用這些詞在形容她 像我們這樣子講 或者是你書裡面寫的這麼的直白 她知道嗎 她好好開心喔 她自己講耶 她說 欸我跟你說 因為她現在她後來拿到那個 就是 中度殘障 嗯 她說我跟妳講 我是國家級認證腦殘 那媽媽的成因是什麼啊 成因啊 我有一陣子非常討厭猶豫症 我覺得你們都是騙子 嗯 因為我每一天都在走那些急診室 然後你們想自殺就自殺 然後我人生都被你們耗掉了 然後直到有一天 我自己覺得自己 天啊 我怎麼有憂鬱傾向 嗯 就是那種感覺是 你無法自拔的陷進去 我慢慢的意識到 這個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 就憂鬱傾向不是我能控制的 嗯 我才去研究說 原來其實憂鬱症 它是有遺傳的 嗯 就我媽媽的外公 他本身 我媽媽的外公就是自殺離開的 所以我們全家都是有這個基因 對 你書裡面有寫到說 姐姐跟妹妹也都有 對 也都有在服藥 但他有一句話真的寫得我還蠻震撼的 就是你說 我沒有不快樂只是不想活下去 嗯 因為我討厭憂鬱症 我討厭這樣子 嗯 我討厭不開心 我討厭到我不能不開心 嗯 可是我沒有意識到人就是會不開心 所以像你的表演 從小到大 你不管是在學校 或者是你入行了之後 你灌輸給大家這麼多 好好笑好無厘頭的 嗯 那個是不是也是算一種你的保護色啊 我總是會想辦法在這個傷心的故事裡面找一個好笑的點 對啊 就像你的書裡面寫了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你又會開始自己在那邊自言自語 然後轉彎講一些好笑的話 然後再把故事拉回來 就像我第一次看我媽上吊 嗯 欸我看到我媽上吊 她講得好像她媽在跳繩 對 然後我媽有一天就是 我在花蓮她在玉璃 我們兩個就是隔了兩個小時的車秤 然後她就說 一定不是我 然後我覺得完了 事情大條了 我就立刻衝回玉璃兩個小時的火車 衝回玉璃 然後我到我媽房間 我就整個房間都是暗的 然後我媽 我到我媽房間看鎖門 然後就衝到那個陽台旁邊 看到我媽躺在床上 然後眼角還看到一盆火 碳 燒碳 對 什麼 欸她算是要去樂界 自殺樂界所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用全身的力氣這樣撞進去 然後我媽熟睡 然後碳根本沒有著 很煩 然後我想說 當我真的有家庭有小孩的時候 我覺得我已經沒有那麼心力 我把我自己全新的奉獻在你身上 我媽每次都說 我要跟我爸離婚 然後我以前就說 不行不能離婚 爸爸多好 然後我有一天覺得 我撼動不了你 我就說 你爸 他那麼爛 然後隔兩天她說 依琳其實 爸爸也是很不錯的 我想說 她說我想出家 因為我媽抽菸 以前抽菸抽很嚴重 她說你會不會拿那個波 然後這樣卡卡 就是當你有了家庭小孩之後 你可能覺得 你沒有辦法再把你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媽媽身上 因為你必須要往你的家庭去照顧 如果你們這樣子的 愛的焦點的轉移 身為上一輩的人 他們會不會失落 我覺得完全不會 因為他們也好愛我的孩子 因為當時他在當父母的時候 他有太多的壓力 讓他忘記怎麼去愛 我也沒有人教他怎麼當父母 但是當他今天面對主 就是孫子孫女的時候 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愛他 然後我就發現他們做得很好 可是在你的成長過程裡面 你受到了這麼多 就是媽媽對你的虐待 虐待 你對他有恨嗎 恨過吧 從小就覺得他是後母 他不是我媽媽 我一直在說 我要去找親生母親 你不是我媽媽 而且我們家有一個 以暴制暴的一個 很糟糕的一個循環 所以就是當我媽不累了 不想打我們的時候 我姐就復活了 我姐就狂打我們 所以還是就是都被打 我跟你講我們家就是 大型的後宮甄嬛傳 就是當我出生的時候 我姐失寵了 我姐就恨抱我 然後當我三妹出生的時候 我們家四個姐妹們 我大姐就跟老三聯盟 老四出生了 老三失寵了 然後我就跟老四結盟 所以我跟我小妹非常 我跟我小妹差十二歲 然後她幾乎是我帶大了 我媽算是一個滿不負責的 所以小妹是意外 我不太想知道他們 而且我媽很愛跟我說 我們都有帶套 我想說屁嘴 屁嘴 我跟你講全世界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什麼聽父母的性愛故事 好所以這本書裡面有很多你跟 父母之間的恩怨情仇 愛恨情仇 而且還提到就是說 家裡以前有開家庭賭場 我想知道這些事情在你 進了演藝圈走紅之後 是你會很努力需要掩蓋的秘密嗎 我覺得我可能也沒有走紅到 大家要挖掘到這麼深入的地方 不然其實一去鄉下全是玉璃都知道 我們家在幹嘛 也知道我爸媽 的就是種種事蹟 很多事情我覺得我講出來 第一 對我自己好 第二我覺得可以幫助 也像這樣 像我這樣有一定有困擾的人 可能我們鄉下民放比較保守吧 我覺得大家家庭都好幸福 全世界只有我一人家庭適合 我第一次聽到我同學說我爸外遇 然後我想說你爸外遇 可以這樣講出來嗎 外遇的對象在玉璃爭上 是誰誰誰 我說你爸跟我爸一樣外遇就算了 外遇的人還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對 所以我覺得老天 好想知道那個阿姨有多漂亮 我那個阿姨她是玉璃鎮上的這個公務員殺手 我知道是誰玉璃梁小姐 我不是說鼓勵外遇喔 我媽講話很嗆欸 我爸拿生活費回去 她就說 這麼少錢 你以為美金喔 很敢講 我覺得我爸不施暴一定是 造人好欠打喔 對 我覺得我爸不施暴 不鼓勵暴力 不鼓勵暴力 然後外面那個就是玉璃鎮的那個公務員殺手 他就是看準了這一點 欸市場缺乏 他就進場 好言好氣 然後體恤他們的辛苦 然後我爸你知道就暈船了 你書裡面有一句話我覺得我也很喜歡 你說你是有了小孩之後 你才開始去挖掘自己 我以為那些不重要的過去 其實一直不斷影響我的人生 這應該是你寫這本書的出發點 你知道我昨天很有趣 我昨天去玩催眠 我的心裡的房間 從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方 我已經覺得我整理得乾乾淨淨 如果你要說我困擾 可能就是受不下來吧 這是這唯一的困擾這樣子 那催眠應該沒有用吧 然後他就挖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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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到有一天 我吃了我媽辦個便當 然後我媽就依此為笑談 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我女兒多愛吃 而且她上懷孕 我那時候就看了她 我想說我做一件事情 可以逗樂我媽 我就開始一直吃 因為我腦中開始設下限制說 我很想要讓我媽開心 所以這麼小的一件事情 然後有一天我在吃東西 因為我媽一直講 所以我就一直吃 因為我覺得她 可是妳沒有覺得那句話 是在羞辱妳嗎 沒有 因為我感受到我媽的快樂 我管她是羞辱還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 她每天生氣不開心 可是至少這個moment 我看到她開心 就妳剛剛說的 就是我以為我已經釋懷很多 可是在我不經意的角落 她還是在 在告訴我 妳其實還是有一些東西沒有清掉 所以 妳剛剛說 妳喜歡那句話是 我以為那些不重要的過去 其實一直不斷影響我的人生 這本書是妳自己寫的吧 是我自己 因為很長很長 我真的沒想到寫出來這麼厚 所以我一直回顧我的過往 在拯救我自己 聽起來好荒涼喔 就是妳知道 小丑都是帶快樂給別人 然後很多心裡面的苦 是只有她自己在承受 我現在怎麼聽到妳的故事 有這樣的感覺啊 所以我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喜劇 因為我覺得我人生算是悲劇 好 輕鬆一下 我們來聊聊先生 最好奇的就是說 為什麼妳本來以為她是gay啊 她是怎麼樣的像gay 我想妳去問整個花蓮女中的人 每一個人都覺得她是gay 我們高中的時候 非常喜歡去一間咖啡廳 她每天就依偎在我身邊笑 依偎這樣靠著 對 覺得我好好笑 就哈哈哈哈 很像姊妹這樣 然後我就說 好啦 我今天要演黑道老大 你就當那個 你就當那個煙灰缸 然後她就很開心地去擋煙灰缸 然後我就在她手上點煙 我說妳要痛啊 然後就啊 好痛 這麼m 這麼m 大學畢業之後 再才跟她聯絡上 然後我們那時候開始聊天 其實已經有一點微妙的變化 依偎這樣靠著 對 覺得我好好笑 就哈哈哈哈 很像姊妹這樣 然後我就說 好啦 我今天要演黑道老大 你就當那個 你就當那個煙灰缸 然後她就很開心地去擋煙灰缸 然後我就在她手上點煙 我說妳要痛啊 然後就啊 好痛 這麼m 這麼m 小綠是外型 妳可以描述一下嗎 高矮胖瘦 呃 我跟你講 她就介於這個 Snap 跟馬斯卡中間 哈哈哈哈 那滿大隻的啊 如果她是gay的話 算是 熊豬 熊豬 哈哈哈哈 而且她自己很介意 她一直說 她一直說 她一直說是自己母姨 哈哈哈哈 欸妳好聊喔 我很聊很聊 我母姨啦 我母姨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戀愛 我們上大學都各自交男女朋友 對妳們是水象星座 一個雙魚 小綠是巨蟹 巨蟹戀愛 然後我們就剛好都失戀了 嗯 欸我要回花蓮妳要回去嗎 然後我立刻說好 然後她想說 嗯嗯嗯妳怎麼會答應 嗯 她說妳要回玉裏 妳剛好要回玉裏 我說沒有我跟我媽吵架 她說那妳要去哪 我住妳家 呵呵呵 就住她家 然後也沒幹嘛 反正就是 就是剛好街上線了之後 就有在聊天 然後妳就聊了 這幾年我們失戀的過程 我教男朋友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她教女朋友怎麼樣怎麼樣 的過程 嗯 然後我們說欸那我們下一任 女朋友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她就說 欸其實我蠻想試看看雙魚女的 我們就開始講 我如果 我們都很嚮往婚姻 然後我們都想生一堆小孩 嗯 然後想說嗯未來藍圖怎麼那麼像 那不如 欸不行不行不行 這是兄弟耶怎麼可以 嗯然後就 一直沒有那個 天蕾還沒勾動地火 對直到有一天你知道嗎 喝醉了 狂戀 對就喝醉 然後我們去一間 就是酒吧 然後就喝了 她說喔我調克力沒喝這個酒 就叫狂戀 然後然後我們就喝了之後 那天真的是狂戀 就是就是理智完全下線了 就是只剩那種野獸的心 因為那時候她就是 也是失戀的狀態嘛 嗯 然後她跟我說 欸我跟你講喔 你今天不要打給我 今天有個女生 我約了一個女生喔 星期一女孩要來我家 你不要打 你不要破壞我的那個 嗯 然後我就沒打給她 然後她就那天 她就打給我 我說欸怎麼樣怎麼樣 你沒約成了 她就說 不到我覺得好怪 我請她回家了 然後我就覺得 嗯 嗯到底哪裡怪 你對於 你那個時候對於 星期一女生 有沒有一點點吃味 也倒還好 我真的覺得還好 嗯 你覺得這個人 跟你人生藍圖很像 也許我們可以在一起 可是你跟這個人 已經兄弟這麼久了 嗯 對 到底是你出櫃 還是我出櫃 哈哈哈哈 我就覺得很怪 真的是那天喝太醉 然後我們就開始 爆垃圾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 來啦她就說 她這樣把我咬醒 就說 然後我就說 幹嘛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就說 小綠啊 她就說 你要跟我 你要跟我在一起嗎 我說那你喜歡我嗎 喜歡啊 那我在一起啊 喔 就結束 就大家就是句點在這邊 那先睡覺 然後我 這個場景是在PUB 已經回家了 可以回她家了 然後就 她說那就睡覺啊 然後我們就兩個突然酒醒 我跟你講 不用買什麼醒酒藥 那一刻醒到不行 當下有點太醉了 真的也做不了什麼事情 然後就 她睡她的我睡我的 我早上起來想說 嘎的 既然什麼都沒發生 那就裝死好了 如果她裝死我也裝死 大家裝死到底 那也就OK嘛 反正就是你知道 大家當作昨天是一場夢 我在這麼想的時候 她就起來說 欸先生你不會想裝死吧 然後我就說 蛤 你說什麼 還想裝死 她說 你記得昨天發生什麼事嗎 我說 記得啊 喔 那你要不要吃好餐 我說 好啊 我跟你說 我跟你前來我不一樣 我不會買早餐給你 我下去我就買自己的 好討厭喔 這種不行欸 巨蟹座 不會 是嗎 巨蟹座一定會幫對方買好 好 我跟你說我老公是那種受傷的巨蟹 他其實他 我跟你講他對我非常好 可是他想要傳達的是 我跟你講喔 你千萬不要覺得我對你這些好 都是理所當然的 你不要有一天覺得這件事理所當然的 對巨蟹座會要求回報 其實嘴巴不說 他內心裡面都會記著 他就是 但是我說清楚 我跟你講 如果 就是 他 我前面對我是那種無微不至 就是 馬上 就是我在想睡覺 然後來不及上課 他自己拿牙刷來幫我刷牙那種 你去死 怎麼好意思講這種話 我像老佛也一樣 好 我一直在書裡面還偷偷diss巨蟹座 到底怎麼樣 我們巨蟹座哪裡對你們不好 我跟你講巨蟹座最討厭的點 就是 他什麼都不說 他絕對絕對不會把它 哪裡有問題說出來 你永遠 因為他內心裡面覺得 你應該知道 對 你要懂我啊 你永遠不知道他為什麼不開心 他也不會 因為他太脆弱那一塊 他就是天生就是不想讓你知道 你摸順了 我們就沒有問題 可是你沒摸順哪哪嘛 我都不對 他想要讓你知道 只是他不講出來 他要你自己去知道 對 你要自己去知道 你要去猜 巨蟹座就是有很多內心的小劇場 對 夠人問啊 有一點 所以怎麼樣跟巨蟹座結婚幸福嗎 超幸福 選我選我 娶我娶我 我們都補足了彼此的補足 像我老公他就是非常的 我們家 他現在是完全主內 對 然後他做得非常的好 對 這很難耶 我覺得他難的地方是 除了兩個人要講好 男生 其實女生也要 都需要承受很多外界的眼光 沒有錯 就是 我突然有 其實我們有一陣子很低潮 就是 感覺起來就是我賺錢給他花啦 這種感覺 然後 然後大家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養男人 而且還是母一 對 養母一 他還是偷偷跟別人亂搞男生 沒有啦 然後我就覺得 對啊 為什麼 然後直到我有一天想明白一件事情 我說 只要我們是性別對調 我們就是幸福的一對 嗯 然後我就覺得 那我到底在限制什麼 女人要有自己的錢 男人一定要有事業 就是這 什麼東西都是一定要一定要 這是社會給我們的限制 然後直到我 我覺得我放下了這件事情 然後我先生他也放下了 家長呢 家長也會啊 嗯 對啊 然後 但是我覺得 所有的一切是你們自己夠不夠堅定 還是很重要 假設 今天聚會啊 朋友就說 朋友跟你說 現在你在幹嘛 他說 我沒幹嘛 我老婆養我啊 然後他就說 哇好爽 他說 那你也去找這樣的老婆 欸 對不對 就是 你也要有能力去 去handle的了這件事情 所以小綠自己現在的心態也是健全的了 也是健全 他就說 最近在家帶小孩 我就說 喔老公辛苦了 他說 沒問題啦 只要錢到位 努力工作 他很喜歡看到我 抓住我自己夢想 很棒的那個樣子 因為他跟我說 你活出我想活的樣子 所以我一定會永遠的鼓勵你 好 那我要問那個生小孩這件事情 好 很恐怖喔 水中分娩 他用卡到陰這個詞來形容 小朋友生出來卡到一半的 第一是生小孩嘛 什麼都不知道 我以為生小孩就是 投出來了 沒有欸 嗯 是 啊 你好痛 啊 投出來了 身體還沒出來喔 嗯 就是 但是一般來講就是要頭先出來不是嗎 對 我沒想到他卡在那邊一兩分鐘啊 嗯 我以為投出來了 身體就出來了 就會拉出來了 對 沒有 投出來了 等兩分鐘 你想看這麼大的一個東西 卡在那邊兩分鐘 而且我在水裡 他在轉耶 他頭這樣 這樣轉 等一下 那他的頭也在水裡面嗎 對啊 但是是洋水 你不用擔心他嗆到 嗯 因為他本來還不會呼 他本來就在洋水裡 所以他其實 他出來是很自在 而且我還看到 我記得我的女兒還這樣轉頭看我 躲像鬼片 然後那個 護理師在說 你摸嘛 你摸 我不要 那那個書裡面照片有一張就是 浴缸裡面 是血還是糞水啊 第一次生小孩的時候是血水 第一次把小孩抱上來之後 就覺得欸 還有一股痛感 嗯 然後 我就用力的擠 把那個胎盤 斜水 喔 這個是血喔 對 第一次生 然後我就把整個胎盤 就排到水裡面 嗯 所以我一站起來就是血 就一直哗啦哗啦哗啦流 不然一般生 水中生是很乾淨的 嗯 你要去按上 就是你要去砧板上 再把你的胎盤拔出來 就才會流血 嗯 就因為胎盤都是血嘛 然後我第二次生小孩 卡完音之後水都是乾淨的 然後可是後來 後來我就是要起身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清澈的水飄 飄出巧克力 對 飄出一些那個巧克力這樣子 還好啦有成條不是暈開 我沒有覺得有比較好欸 我不知道是中間的差距欸 欸 我聽說產婦生產之前 都要先排 對 是嗎 對對對對對 因為會用力噴出來 對 有些用力過門會噴出來 然後會混在一起 我現在就是能接我就接 然後我也放心呢 小孩去上課 然後我老公也是很 很給力的就是夥伴 嗯 這樣子 他就一直鼓勵我去表演 然後我也覺得 對啊 我應該正視我自己 我應該先把自己顧好 嗯 所以我覺得什麼角色都做不好 可是你要先把自己做好 還會想回大陸市場嗎 我後來那個新沙龍的時候 有做一個訪問 嗯 然後訪問他就問說 啊你這幾年都在幹嘛 我就大概講一下這個 還沒出書之前 他在講一下我 喔三年沒工作啊 幹嘛幹嘛 可是可能標題比較聳動 然後楊米就看到 嗯 然後楊米就趕快跟我說 就說你最近到底在幹嘛 他就是一個很 看起來很歹毒 但是他超級善良 如果你說我們就是小時代四個裡面 他最好欺負 嗯 看起來不像 對 他是最好欺負 就是他是那種 欸不好意思我這邊有一盤屎 麻煩你吃一下 他會吃喔 麻煩你下次請他吃給我們看 他就是你好好的跟他說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拜託他 就是那個時候他就看了這個採訪 然後他就馬上跟我說 最近那個密室大逃脫要開始了 嗯 他就只是他只是說你去爭取 我講了你去爭取一下 嗯嗯 然後我就趕快 然後就就是因為那個IP也很好 所以就很快的就開始 大家就知道我會去工作 這樣然後 不是他們不想找你 是你要露出來 你要說欸我還在喔 嗨我工作我營業囉 這樣子 就是現在也有一個那個 來者和人他是一個 在培養動作演員的 成人秀 也蠻有趣的 那你要去 我要去當動作演員 我第一天就崩潰咧 對 裡面就什麼永春拳冠軍啊 太極拳冠軍啊 這麼拼 很好玩 我剛才我第一天這邊 這感覺就很像陳以涵去參加浪劫啊 全部都是商 全部都是商 在大陸市場的那些年 嗯 是不是對你來說是一段很奇幻的旅程 然後他們的流量都那麼高 都是所謂的大明星 可是就在你身邊出現啊 對啊我就很會蹭啊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很多就是什麼短視頻就說 謝依林是個多有支援的人 他怎麼樣怎麼樣 憑藉的什麼什麼 我跟你講其實真的沒有什麼背景或什麼 就是靠我一份真心 嗯嗯 人緣很好 反正就是結交了很多頂流的好朋友 嗯這樣 好很棒 祝福你喔 最後再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新書 然後我的新書hold不住的才是人生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講我自己的故事 因為我覺得 後來我在寫作的過程我發現 沒有什麼比故事更容易打動人的 就是你就是很誠懇的 把你自己發生過的事情 嗯 告訴大家 然後裡面會用喜劇元素 來包裝我這麼悲淒的人生 哈哈哈哈 希望可以給大家力量 就是不管你遇到什麼樣的狀態 你都可以hold住自己 我很開心有這本書 因為有這本書 才有我們這一個小時的聊天 然後讓我對於謝依林有更多的認識 所以很推薦大家去看一下 hold不住的才是人生 是的 謝謝媽媽 今天謝謝hold住姐來到我們的節目 謝謝你 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請繼續在YouTube還有各大Podcast平台上面 追蹤訂閱我們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